渠州开化小伙郭叶超 现在是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特警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 满身正气 可就在几年前呢 他在别人眼里却是个打架 斗殴逃课的问题少年 这几年他是如何蛻变 迷途知返的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眼前这位正在跟开化县城官 派出所民警学习办案的 就是郭叶超 今天他的任务就是对嫌疑人 进行人身检查 到现在大概有一个多月 两个月的时间了 刚开始的话 就是跟他们出租警啊什么的 然后后面呢 我就自己跟着办案的民警 去更多的了解这些办案过程 然后学到了更多的一些 办案的技巧之类的 和民警办起案来 郭叶超已有模有样 可就在几年前 他还是民警的帮扶对象 由于父母常年不在身边 郭叶超顶撞老师 逃课成了家常便饭 2017年读初三的郭叶超 跟着一伙哥们参与了群殴 当时他的主要职责是为团队壮胆 没有直接参与斗殴 事情发生后 郭叶超被带到了开化 城关派出所参与调查 民警纪群超对他特别关注 他就是说你现在的成绩 考上一个重点高中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不想自己努力 就像洪洪洪过下去的话 可能连考上大学都是一个问题 然后听完这些话 我就对自己感触也蛮深的吧 之后我就那时候 也快进入中考了嘛 然后自己就开始和外面那些人 就暂开联系 然后自己又开始移行 开始备考 可光开岛还不够 怎么把郭叶超引回正途 2019年开化县城关派出所 着手开展根雕计划 对辖区内的问题未成年人 进行摸牌 进行一对一的邦教模式 就这样 在季群超几天一电话 几天一面谈的引导下 郭叶超开始努力学习 去年他顺利考上了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考上森林官成为我们的一员 这一点我是 他来证实的时候 我们都很惊讶的 对他我们还是比较欣慰的 警察警官也帮助了很多 然后也有事的 让我往正道的方向指引 这对我影响其实蛮大的 也比较像 像警察警官这样学习 然后也想成为一名警察 然后想像他一样 能去那些走向歧途的少年 迷途之反也挺好 如今的郭叶超 已不再是以往叛逆问题少年 阳光自信的他 还当起了别人的根雕计划导师 把自己的经历当案例 讲给其他问题少年听 希望能够引导他们走上正道 小郭的话 其实我认识比较早的 他原来性格脾气还比较急躁的 做事也没有考虑一些后果 但是现在我发觉 他在建议之间 能够积极向上 性格也比较活泼开朗 那么金柱里面 不管哪个民警 给他交班的事情任务 他都能够认真高效地去完成 而且义务上手也比较快 郭叶超说 现在他的目标 就是好好完成警校的学业 争取加入警察队伍 和寄警官一样 帮助更多迷途少年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记者许晶晶编辑报道